Hello,大家好,我是Kelvin 上期视频我分享了一些我使用离看24120 f4s的一些真实使用感受 那这期视频我会在不同方面详细对比2470 f4s和这个24120 f4s 那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两期视频选择合适镜头 话不多说,我们立刻开始吧 首先是镜头的一些基本参数 2470 f4s在说起来时候的长度约为88.5毫米 24120约为118毫米 那当身到去最长端分别约为这个150毫米还有170毫米的长度 那重量方面呢2470约为500克 24120约为630克 那在我的实际使用的时候啊 其实两者的差别呢并不大 那绿镜口径方面呢分别为72毫米还有77毫米 那以下是两只镜头的结构描述还有MTF图表 那在外观方面呢 两者基本上都是使用一样的设计语言 那均为Z卡口的S9镜头 那只是呢24120 f4s拥有新的这个S9标示 还多了这个LFN自定义按钮 那两者呢都没有镜头的防抖功能 那在使用上呢两者区别最大的就是2470 f4s呢是需要把镜头领一下 才可以解锁到去这个24毫米的 而这个24120 f4s呢是可以直接进行拍摄无需解锁 在锐度方面我使用的是2450万像素的Z6二代 那使用一模一样的参数在同样的地方分别使用2470 f4s 还有这个24120 f4s在室内近距离还有室外远距离进行这个拍摄对比 同样的放大了200之后啊在这个24毫米的F4光圈下呢中心锐度两者区别不大 那边缘锐度呢24120 f4s呢是相对来说好一点点的那真的就是一点点的区别啊 那在F5.6光圈下呢中心锐度两者区别依然是不大的 那边缘锐度呢24120呢还是相对更好 F8光圈下中心锐度还是难以看出区别 而边缘锐度方面呢这次呢是2470看上去相对更好 但是差距呢真的是非常小 那在F11光圈下中心锐度24120有一点点的优势 但是差距还是并不明显 边缘锐度2470看上去好像更好一点点 在F16光圈下两者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那中心锐度呢24120还是相对表现更好一点 而边缘锐度呢两者的差别并不大 而在35毫米端F4光圈下中心锐度依然是24120表现更好 而边缘锐度呢则是2470呢相对更优 F5.6光圈下24120继续拥有更好的表现 而边缘呢则是2470继续占据上风 在F8F11呢继续保养同样的这个结果啊 那在中心锐度上面呢24120还是较优 边缘锐度呢2470略胜一筹 而在F16光圈下两者都难以看出这个区别 而在50毫米端F4光圈下无论中心还是边缘锐度 两者都难以看出区别 那在70毫米端F4F5.6F8光圈下中心阅度 两者都难以看出区别 那边缘锐度呢24120相对更好 在F11F16光圈下无论是中心还是边缘 两者都难以看出这个明显的区别 那接下来呢由于2470只不于70毫米 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个24120推到去120毫米进行测试 在F4F5.6光圈下中心阅度依然是锐利的 边缘阅度相对来说差那么一点点 F8F11光圈下无论是中心还是边缘阅度都达到最优的水平 F16光圈下呢各方面依然表现优秀 而在户外拍摄的时候呢 两者表现均和室内近距离拍摄呢 有同样的结果 那在这里呢我就不再重复展示了 那在阅度方面呢 其实两个镜头在实际拍摄中呢都是表现极佳的 那可能是我使用的是2450万相处的相机 那所以呢大部分情况下都难以看出区别 那除非放大之后然后再认真仔细对比 才勉强看出一点点的区别 那所以呢无论你所谓的是2470 F4S还是24120 F4S呢 都不会让你们失望 两个镜头在阅度方面的表现都是不相伯仲的 在纸边还有色上方面无论是广角端还是长焦端 两个镜头的表现都是非常优秀 再次证明离看S9镜头在镜片还有镀膜方面的技术真的不是一般的强啊 在背景虚化还有光斑方面呢那我会从这个50毫米端 70毫米端还有120毫米端进行这个对比展示 在50毫米F4光圈下可以看到啊由于24120 F4S呢是有 拥有这个9片光圈叶片的而2470呢则是拥有这个7片光圈叶片 那在光斑方面呢两者表现的差异并不大 但是如果要认真放大的对比的话 24120这个光斑呢是相对来说更远更干净 那在70毫米端的F4S呢我个人觉得24120虚化呢还是相对来说更好看 官方也是相对来说更远那在120毫米F4S呢我个人对这镜头的虚化效果呢也是非常的满意的 那就算是实际的户外拍摄中嘛如果是户外人像拍摄120毫米F4S呢也是有不错的虚化效果的 那具体大家也可以结合上一期的我的实拍视频进行这个对比和有比较 在按角控制方面关闭机内按角控制 两支镜头在24毫米端F4光圈下都能看到有明显的按角 但是呢随着光圈的缩小呢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在机面控制方面呢我分别在这个广角端中焦端还有长焦端 都对比了一下那发现了他们都有不错的这个表现 最近对焦距离和微距拍摄方面呢2470 F4S在传焦端下 最近对焦距离为30厘米24120 F4S为35厘米 两者在长焦端都可以把他们当成这个准微距镜头来使用 那特别是24120 F4S是拥有0.39倍的放大倍率 那在120毫米端拍摄真的是有不错的表现 在新芒方面呢由于2470拥有7片的光圈叶片 那所以拥有这个14道的新芒 而24120呢拥有9片光圈叶片拥有18道新芒 那具体的表现呢请大家观看以下的片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新芒方面呢我个人更是喜欢这个24120 F4S这支镜头的 在照光和鬼影控制方面 两者总体表现还是非常接近的 在70毫米端2470 F4S看上去相对来说更好一点点 那在对焦方面呢使用单点对焦无认色 24毫米 70毫米还是120毫米从远到近的反复对焦 对焦速度呢都是表现不错的 两者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都是安静迅速 在视频方面的自动对焦呢 两者均表现不错 这点组结果就已经是公毫米 Jessica 对焦 energy 这么一个 198210 霜头3 在呼吸效应控制方面 两支镜头的表现在各焦段下 都继续延续了离堪Sekako S系列镜头的传统表现优秀 不过在广角端2470 F4S是表现更优的 24120要去到70mm还有120mm端才有最好的表现 总结经过各方面的对比测评可以看出 这两支镜头的总体表现都是相当优秀的 很多情况下如果不是认真的放大对比都难以看出明显的区别 那在我之前的那期视频中我已经把2450 24200 还有2470进行这个对比了 那在那一次视频中2470是综合性这个表现最好的 那结合这次和这个24120这个对比的话 那毫无疑问24120 F4S是这四支镜头中综合表现最好的 也是目前价格中相对来说更高的 那目前2470 F4S这镜头在国内的价格已经是相当便宜了 那如果还是负担不起传新的价格的话 还是可以在二手市场找到不少橙色不错的镜头 那对于不需要参加的朋友来说 2470 F4S真的是一支性价比极高的套头 那有新鲜的朋友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还有需求搭配35或者50或者85 F1.8s 这样子的大光圈定交镜头 那对于24120 F4S来说 它在各方面的表现真的是无可挑剔 多出来的50毫米呢 在拍摄活动或者在拍摄旅拍的时候 无论是拍视频还是拍照片都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由于刚刚上市 目前还存在缺货还有需要加价才可以购买的现象 那如果不是急需使用 我还是建议先观望等待 等到这个价格回到去原价 那只要自己的拍摄题材还有需求才按需购买 那不过还是那句话 无论最终选择的是2470还是24120 F4S 那在夜间拍摄或者在热光室内环境拍摄 我还是建议大家搭配这个定交大光圈镜头 或者使用这个闪光灯进行拍摄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留言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请记住给我点赞投币留言还有分享出去 还有记住订阅我的频道哦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 拜拜